有了Express的一些基础知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开发借口了 这个用框架我们就会做的比较干净利落 而且做的非常非常的顺利 而且没必要去关注那些底层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东西 只关注业务代码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的做的代码呢 通过框架的一个限制呢 我们可以做的一些模块更加的清晰一些 然后那个更加符合设计模式 然后拆里的节目 更加函数和函数之间 模块模块之间 以及什么路由和服务之间 我们可以分的更加清楚 然后这个代码呢就更加容易维护 这个呢我们做完之后呢 我们会和之前的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大家应该就有所体会 首先是数换项目 就是有一些之前的代码 我们可以直接复用过来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 连接MySQL的代码 以及之前做那个Controller的那个代码 可以直接复用过来 就是Controller是一个数据部分的处理 它是怎么去拼接SYCLE语据 然后去执行数据库的操作 对吧 这个可以直接复用过来 然后呢开发路由并实现登陆 路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开发的 对吧 因为Express有自己的路由体系 然后实现登陆呢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Express的一些 现有的一些处理Session 以及连接Redis的一个工具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那个登陆给实现了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 没有用框架的时候 讲登陆的时候 讲了很多的内容 就讲登陆去怎么去实现 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 利用工具来实现 但是哈 这个轻松是有前提的 轻松的前提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登陆的一些原理 才能让我们更加轻松的去 使用这个工具实现登陆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就已经了解了它的基本原理了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再往下呢就记录日志 记录日志也是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使用工具来记录日志 而不是说我们再去 像之前的时候写一个底层的一个记录日志的方法 然后再处理这个数据处理这个stream 这一些都不用了 好 那首先第一步 出入画环境 首先我们要安装一些别的插件 比如说MySQL XSS这些是我们之前需要安装的 对吧 我们也需要安装一下 然后呢像MySQL的处理 Controller 以及这个Response Model这一些 大家想想 之前就是我们亲自写过的 这些代码就可以直接服用过来 然后呢就是再去做路由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出一个 能连接MySQL数据库的 以及能返回标准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路由 好 咱们演示一下 好 回到我们的mini行中 我们mini行中直接就定位到这个 Blog Express这个面价 就是我们以前通过交手架建的那个目录 然后在代码中 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目录 对吧 是这个Blog Express这个目录 第一步呢 我们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操作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就是它自带的一些东西删掉 就是它自带的这个index router和这个users router 这个给它删掉 我们注释吧 不删了 删了之后再找不会找 注释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给它注释掉 以及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view engine 就是这个视图的一些引擎 我们不讲的也可以注释掉 然后这个static 就是public文件加这个精彩文件的这块 我们也可以把它注释掉 好 这个时候注释掉之后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好 保存一下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运行npm run dev 看一下有没有报错 然后我们去试图访问一下这个api Blog List 好 大家看 返回的数据又是个data123 对吧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之前写的这个blog.js里面 我们也返回的这一托东西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第一步呢 就是安装这个mysycle 以及安装这个xss 就把之前的插件先给它安装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停一下 npm install mysycle 还有xss 然后把这个淘宝的金箱靠过来 让它快一些 大家稍微等很快就安装了 好 完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说过啊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复用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关掉 复用呢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mysycle相关的 mysycle相关的 我们打开这个blog1 这个 这里面src里面 我们这个db dbmysycle.js 这个是可以直接复用过来的 我们就直接 新建吧 就是拷贝 这个mysycle.js的代码 我们全部拷贝 拷贝之后呢 我们到这个blog express里面 我们去新建一个叫db的文件夹 然后这个文件下面呢 我们再建一个mysycle.js的文件 我们把它粘贴过来 保存 好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复制过来了 对吧 再往下呢 就是config 就是数据固定的配置嘛 config.js 然后全选复制 在这儿 我们在这个blog express下面呢 我们再建一个文件夹叫config 然后下面建一个叫db.js 然后粘贴 好 保存 这样的话 等于把这个文件又复制过来 好 这样的话呢 数据固定相关的 我们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搞这个controller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 把这个controller右键 进行一个拷贝 拷贝 然后在这个blog express右键 进行一个粘贴 再看controller已经过来了 对吧 如果说你的这个编辑器 不是这个vscode 没有这个拷贝 粘贴的话 你可以直接创建文件夹 然后直接建设两个文件 然后把内容直接拷贝过来 这样也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文件 有没有遗漏的 就是别有些遗漏的 当然我们先把这个 response model 直接拷过来 这个model 右键 copy copy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去paste 去粘贴 好 model也有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 我们刚才是这个过来了 这个过来之后 我们要用这个mysycle 对吧 这个已经安装了 然后这个config db 这里面我们也已经考了 所以说这里面没有什么遗漏的 然后再看这个config db.js 这里面呢 又有一个环境参数 这个我们也有 然后再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关闭 然后我们还考了一个什么controller 对吧 大家看controller里面有个xss 已经运用了 然后db.mycycle 这也已经运用过来了 这个没有问题 关闭 然后user.js里面 mycycle已经过来了 这个东西没有运用过来 utels有一个crypto crypto就那个加密的那个东西 没有运用过来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这个全选拷贝 然后在这个blog express里面呢 我们就建一个叫utels文件夹 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建一个creep.js 然后粘贴保存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 这个文件应该是已经有了 没有写错 对吧 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就已经拷贝过来了 好 拷贝过来了 好 拷贝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代码拷贝的 都已经差不多了 config有了 然后controller有了 然后db有了 然后model有了 对吧 然后utels这个也有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blog1 这个先折理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 新建我们的这个路由了 对吧 新建路由 其实我们这里面的路由文件 已经写好了 就是这个loose里面的 我们这个blog.js 已经写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 list的这个路由 给它改一下 改成我们真正需要 从数据库获取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 直接可以去参考 这个blog1里面的这个路由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儿 这是处理那个 例子的路由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直接去拷贝过来 做一个修改 看看行不行 拷贝过来 然后粘在这儿来 我们可以做一个修改 然后看author和这个keyword 都是从query里面 获取的 对吧 这儿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express里面 它这个request的这个query 它是原生自带的 就它会直接去给你分析 这个url的参数 直接放在request 在这个query里面去 所以说不用我们再手中写 当时我们之前的时候 我们是在这个app.js里 好像是手中写的 我们搜一下 大家看 是吧 我们当时是在这里面去 手中去分析的 分析的这个query 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不用了 所以这个直接写没问题 这两个注释 我们不用了 我们删掉 然后request.query.js 这是管理员界面 然后login check 这个我们可以先不写 我们可以先不写 因为这个登录 我们还没有实现 所以说我们这个管理员界面 用这个登录的账号 我们可以先不写 然后result等于get list 对吧 get list是从哪来的 get list没有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get list是从这来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拷贝过来 就是把这个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东西 全部拷贝过来 放在这来 这后面的应该会都有用 当前用的是get list的这个东西 然后再往下 这个sircite model和aerror model 应该也都拷贝过来 大家看 get list反过在这个promise 之前也讲过 然后promise.z least data 然后return new success model 对吧 这用了sircite model 肯定要拷贝过来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不能用return了 对吧 我们就直接用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用response.json 就可以了 OK 我们换个行 看得更清晰一些 大家看我们用express的时候 是直接用response.json来返回的 大家看这个地方 之前写的一个例子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response.json 就可以把这个sircite model 给直接返回回来 所以说就不用去return了 return也没有什么用 OK 到这来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看有没有报错 但是我们要运行一下 npm的第一位 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我们就直接去在这个地方刷新一下 OK 大家看 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这个数据和我们之前 我有express做的那个数据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说就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们到这一步为止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接口 和数据库给调通了 是不是很快 前提是 第一个 我们用了express的这么一个好的框架 第二个是 我们之前做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个 vlog1里面 这么多代码的积累 所以说我们直接拿过来用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开发接口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接口和数据库 给它打通 打通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干嘛呢 我们接下来肯定就是要再实现登录 因为你不实现登录呢 比如说这个东西 你就实现不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这个登录到底是该怎么去做 好呢 好 好